本本教科書都在賣過百元 究竟是哪些成本 令到貨本賣得那麼貴 作者要搜集資料、寫書、寫教材 甚至定期更新網上教材庫 一般來說 版稅都只是分到書價一成左右 類月進出過幾本書 曾經有幾間出版社 遊說他和人合作者通識教材 版稅要壓縮 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 作者當有三個人 都是佔了你12% 那剩下的錢去哪裏呢 如果你說都要虧錢的話 我只有兩個結論出來 第一個結論就是你們很不懂做生意 第二個就是你欺騙觀眾 印刷費又是否好拿來呢 我們找印刷商計過 這本賣一百六十多元的科學書 一共有二百四十多頁 年始連印印五千至一萬本 平均一本都不用二十元 佔書價一成半左右 印刷商會說擔心被踢出局 過去幾年成本升 都不敢轉價給書商 用那個先進的機器去補救 有些就淘汰出局 因為那些就起不了或者起不夠 記賣回佣兩成給書局 書商的收益仍然佔書價一半 賣了一架科書 帶了落書商個袋的錢 又不少最終都用來做推銷 例如給極高的勇推銷員 又或者在酒店搞新書簡介會 這些成本分分鐘可以佔成本一成 那是不是可以省省地推銷 當幫家長省一筆呢 商會說現在要一組人專責向學校簡介 還要有自己的車隊 為了賣書不省得 那又是不是吃水心咯 商會就說他們都要給人工 給租金 混混賣賣 最終盈利不會多過一成 Now 本文電視記者 兩廁期報導 好